她从一名婢女逆袭成为六宫之首,不仅帮助丈夫夺嫡成功,还借丈夫之首除掉了她的发妻,成功登顶皇后宝座。 但最终却落得和发妻同样的下场,她就是名字自带女王霸妇的文德郭皇后,郭女王。 文德郭皇后,自女王,三国时期安平郡广宗县人。 郭女王家,世代为郡县官吏,父亲是南郡太守郭勇。 郭女王天生丽志,从会过人,郭勇喜欢得不得了,认为自己的女儿独一无二,堪称女中君王,于是就以女王作为她的字。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,郭女王的家族也没能幸免,双亲都死于战乱之中。 郭女王孤苦无依,流离漂泊数年,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她尝见了人间疾苦,懂得了虚与伟仪,明哲保身之道。 最终,寄身于童笛侯家中,做了一名婢女。 公元212年,汉县帝册封曹操为卫公,家九七,建卫国,定国都于叶城。